两三千块钱就可以起伏创业的一个小项目 特别适合咱们农民朋友去干 而它的成本都特别的低 金价仅仅只有两块到两块五 基本上可以卖到十五甚至二十块钱一个 通过一晚上的时间可以说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卖到两千二百 大家好这里是三农雷哥 本小利大可以说成本非常低 创业项目呢很多农民朋友都特别的喜欢 就拿我昨天晚上在我们县城的夜市上可以说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暴力赚钱的行业 而这个行业呢可以说在整个夜市摊上 它可是一个最亮的财 因为它是比较赚钱 在它的摊的周边呢可以说都是围满了很多的小孩子 还有我们特别好奇的中年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行业呢 屏幕前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干的 要不跟随我的镜头咱们看一个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呢是我当场在他这里拍摄到的一幕 这个老板呢可以说一直在那个小摊上进行展示 通过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看着特别的诱惑 而是看着特别的好看 是不是朋友们 当时呢也是围满了人 我在他这里待的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左右 他卖了也是不省钱 当然了我们去夜市的目的也是为了消费 我们这块子也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大家通过视频呢 从手中咱们都可以看得出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商品的名字呢可以说就叫做网红乘 通过刚刚视频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出了 和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特别好看 我只是不在行 是不是 我的技术不行 他摆放的特别好看 这一转那一转 特别好看是不是朋友们 毕竟人家是专业的人士 而我呢是个外行人 在我在他这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他也说到了 像这样我手里拿的这个 卖到了是15块钱一个 两个是25块钱 这个价格是可以 结果呢为了让孩子开心 毕竟今天是那个正月15 给孩子买些玩具也算是可以的 结果我们已经买了两个 另外一个在车里边 通过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东西特别好看 而且特别好玩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在晚上可以说是 他的生意特别火爆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很多人都在那里围观 而且在整个这个夜市上 在他这个摊子上面 可以说围在人是最多的 我在一边呢 进行给他拍摄视频 这个老板呢 也没有说什么 就说就拍吧 反正是也没啥 毕竟是男性朋友 是不是朋友买 这个东西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他属于一般情况下都是孩子的一个玩具 孩子的一个玩具 当然大人有可能也会玩 也喜欢玩 通过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围了很多人 他一边表演 一边表演 一边 一边那个 一边说话 另外呢也围满了很多的人 当然很多小孩子也都特别险害 像呢 手里边拿的那个大的呢 都是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 他卖的大概是五十块钱一个 五十块钱一个 利润呢 可以说简直是暴利 为什么暴利呢 我回到家里之后 我在查询了这个东西 查询 其实他的这个批量进货价 是在 有的是 一块五一个 像我手里所拿的这个 基本上会在两块五一个 两块五一个 你要量大的话 就可能还会更低 像在手里所拿的那个大的 他的进货价会拿到 大概是在五六块钱一个 他卖到了五十 利润是有多少 我相信大家 明显的都非常清楚 是不是朋友买 而在这个现场呢 可以说 有可能这个大的 只是一个诱饵 比较好看一点 买小的 像我手里所拿的这样子的 买的人还是比较多 比较比较便宜 十五块钱一个嘛 可以还是买一个 也不多 是不是朋友买 大人省的钱就行了 而这东西呢 在短短的 我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也看到很多 买的人特别多 因为比较好看 比较好玩 同时通过视频 我这个视频呢 咱们也可以看得住 确实比较都好看 尤其是在他这个 现场 在他这个现场 再加上他这个 紫色灯光照绕下 可以说 显得这个玩具 可以说 更加的美丽 更加的好看 更加的耀眼了 是不是朋友买 大家都非常清楚 赚小孩子的钱 和赚女性朋友的钱 是更好赚的了 这把朋友买 给孩子买东西 每个人基本上 都舍得了 女性呢 可以说更加一样 医生买个衣服 买个化妆品的 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钱 是吧 朋友买 所以说呢 给卖小孩子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特别的利用高的 在我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顺便我来问一下他 我说上这个时候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和不多 投了对你 都是两三千块钱 这个月来 就是请不拿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说行的话 我到明天从这边拿的货 给我优惠一点 就是这么回事 其实 作为農民朋友来说 干净的行业 只要是你不怕辛苦的话 不怕累的话 这个行业 你也可以进去干的 在我给他拍摄视频 那么久的时候 这个老板也说的 其实像这个收入的话 还说是可以 他们虽然说是两个人 但是基本上 一个人看摊子 另外一个人在表演 就短短的四五个小时 基本上 还收到最高的时候 就会卖到两千二百元 低的话 也能卖个几十个 也能卖个几十个 利润呢 是比较能乐观 如果你在一个人类上 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都开放了 很多地方 庙会呀 或者是 不兰会呀 都有啊 是不是 所以说 卖东西 摆东西 摆地摊 也是咱们农民 手损的一个 上级 比咱们搞种植高养殖 风险要小很多倍 是吧 好了 今天视频呢 就和大家简单的 落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给我点个免费关注 还是想了解 更多的农业方便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个视频更加精彩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